吳敦毅主席已經決定了 他決定什麼 他要讓韓國瑜加入黨內的初選 等韓國瑜從大陸回來 他要派人到南部去溝通 看看韓國瑜同不同意 出來參加初選 另外全代會的日期也確定了 總統提名的時程 是定在7月28號 如果韓國瑜從大陸回來 吳敦毅派人去溝通 然後可以加入黨內的初選的話 全代會是在7月28號 會正式的提名 我們黨內部的人是說 如果韓國瑜選贏的話 他的太太李嘉芬 已經是三屆的議員 在補選市長的提名中 好像也可以接棒上場 所以高雄市的補選也找到人選 這整個事情消息傳出來之後 包括王金平 包括朱立倫反彈 其實都還滿大的 王金平認為這個遊戲規則 可能必須要再重新的確認一下 他說怎麼會有人在徵召領表 他對於徵召領表這件事情 不以為然 他說後遺症很大 如果按照既定的程序 不然就會叫做長者不仁 幼者就可以不易 這是在嗆聲 可能會脫黨參選的意思嗎 另外朱立倫方面的說法 只是說 這個吳敦應該跟高雄市長 韓國瑜面對面談清楚 這個似乎跟現在 最新的發展很接近 表達黨要徵召 如果韓國瑜接受就是 接受徵召 那就不要初選 大大方方 趕快在初選之前就先徵召 到底有沒有可能 徵召韓國瑜 然後李嘉芬選高雄市市長 有可能嗎 青冬 爛斷 加無數 這個什麼 國民黨人士表示 不知道是誰 這個到底什麼人 我覺得這款武言是在含韓國瑜他不疑 今天如果是要徵召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當然 翁錦平 議長和朱立倫 他們說你如果是徵召 就是徵召的遊戲規則 那麼在進入既責之後 當代表台會 這個最高級格 如果是完成徵召 徵召不管如何 因為第一人也不記得 不是說我要把你證召 賴教授你出來選 你就出來選 必須你要同意 徵召是程序 徵召孫大謙參選什麼職務 但是孫大謙拒絕 這個徵召是不成立的 最後孫大謙是同意 當這個同意的時候 就完成這個徵召 這個國瑜就都沒了 也就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徵召的程序 要怎麼走 七月二八就是黨代表台會 黨代表大會就是最高的權力機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審時度是 所有國民黨現在因為去賣青棣 等這顆煙霧團下去 大家都忘記了 可疲全小風雨 小五趴 你看看沒台沒錢 可疲小五趴 現在青棣跟蔡英文 到底兩個人是在做一個三季 我們不知道 這齣戲在搬什麼 你也不知道 要再看 所以基層有一種角力感 我問這樣 要怎麼 一一二十大兄 到最後 整個月十一來輸去 是不是會變在三腳趾中間 去讓青棣騙他 去讓負他 這勇敢老 他做這個奧布 所以在這個情形 所以大家知道 很多人說 這樣要有韓國瑜算 但是韓國瑜是不是最強 是不是要經過科研 所以有定期的人 主力輪也風度很好 改動沒有你整條 你把它整條 王毅長說 你如果要用全台飛 全台飛就有全台飛的定數 所以這個整條還不完成以前 韓國瑜說的 我回來再說 回來也不會說 美國回來再說 不是這次回來 是去哪裡回來 一定是在美國回來 所以今天是怎麼 這批報道 我這樣看就說 國民黨人數表示 如果韓國瑜算贏 你這個明明 如果韓國瑜算贏 如果韓國瑜算贏 如果他們太太你加分 他們太太 不是我太太 前景丹念三個議員 在保選市場的提名中 也可以接棒中 這種的說法 我是覺得相當不適合 在這個民主政黨裡面 未來 高雄有高雄很多 你們知道 那麼高雄 了解高雄總統的人 都比較少 韓國瑜是洞選總統 他已經全盤了解高雄市的情形 那麼中央政府要怎麼幫助高雄 打台換骨 繼續高雄發展經濟的時候 我相信 以他的聰明地位 盧國瑜 我們現在說盧國瑜是他 他選贏了 那個時候 高雄要什麼人選選 也是一個民主基階 要三星 怎麼可以用這種的說法 所以我認為 這種不具名的說法 這對韓國瑜不公平 對他們太太也不公平 對東政人數 對國民黨的主席也不公平 這種說法不必要 但是在現在要進入 國民黨到底是要給主力輪選 韓國瑜選 還是王金平他們要選 這個辦法就是必須經過 中相會定調 定調之後 是要用政調的 政調不是中相會法政調 中相會完成政調 經過董代表大會當然 董代表大會沒有通過 是這個人不能變成總統好選人 所以最後必須要來到七月二月 當代表大會同意通過 這個總統好選人 所以我常常會說 如果是真的要用政調 這個時候 就要這麼付出都要政調 不要讓總統好選人 去背負選到付出 就表示你黨有決心 要政調最強的組合 來面對民進黨現主席 政調好的最強的組合 你說蔡賴佩因為 在你的認定裡頭是佩定了 所以國民黨要爭取 要爭取一組 用最強的組合 不用做政調一個 讓他再去找一個 這個他現在找出來 令你有問題 你看看 你沒有台北市找什麼 董紀念有紀制 董有組織 董有地口 董有經過所有政治人 這些人的資料 如果這樣紀念要用政調 可以政調最強的組合嗎 太不夠接近高層了 這種消息我毫無所惜 請問國民黨人士 你有關係嗎 越到選舉 這一種新聞越多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上個禮拜有一個 輕嬰人士說 說什麼 蔡賴佩會是民進黨的災難性組合 災難性 這是輕嬰人士說的 當然她可能是想要 她說是最強組合 想要是要讓蔡賴破局 但是我是說選舉到了 這一種 是不是背後有什麼目的性的 發言 放話 都有可能 所以對於這一種 通常我們很難評論 就不具名的 對 不是不想評論 是很難評論 因為搞不好他的消息來源 就未必是真的 搞不好這個不是國民黨人士 是民進黨臥底人士 對不對 你告訴我們正確的消息來源 你不要為難他了 正確消息就是說 7月28號是全代會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這真的 只有這件是真的 7月黨代表大會 4月領表 5月登記 6月初選 7月黨代表大會 這個是確定的 3月28號之後 黨主席有南下行程嗎 這已經很快了 就這幾天了 這我不曉得 我今天就完全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這幾個部分 我覺得有一個是 真實性的會是什麼 我覺得是溝通 就剛才龍介哥講的 溝通 跟誰溝通 我覺得跟韓國瑜溝通是必要的 一定會接觸 一定要溝通 剛剛龍介哥都講了 如果你要身招人家去領表 你也要人家同意 我說真的 對不對 就是說即便這個形式上 是被動的 我上次就在節目上說過 我覺得韓國瑜要出來 他最大正當性 必須建立在被動這件事情上 大概什麼時候會派人去溝通 你不要再為難他 我沒有這麼高層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溝通會有 還沒有說高層 還有說國民黨人士 國民黨 所以是我們的黨員表示就對了 對 當然我覺得 我同意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召集的就是說 一定要派出最強的候選人 在派出最強候選人中間的過程 你要怎麼協調 不要協商 這個要靠政治智慧 你們這個真的非常的複雜 民進黨要派出最強的候選人 只要做一個全民調 就搞定了 馬上就有一個全民調 最強的候選人出現 雖然很多人已經不一定 最強的候選人 憲哥 這個我要吐槽一下 民進黨 民進黨也是一直在變化 大家知道嗎 民進黨那個什麼 你們不是有個協調小組嗎 五人協調小組 現在又演一個禮拜了 但我們總結論一樣 四月是什麼 沒有延期 你要看清楚 過程 你都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我知道 我們總的那個時間表沒變 有沒有彈性 沒有 就是4月28號就有結論 你們還要拖到7月28 從現在算起來 還要4個1728 本來就是7月28 本來就是7月29的世界 你也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我認為國民黨 省掉凡文入節了 就不要再假假白白了 但是民進黨要不要省掉民調 民進黨沒有 這是一個程序 但是我們民進黨 國民黨就是很簡單明瞭 很乾脆由下而上 就全民調來決定 大家你覺得現在是 直接徵召的可能性比較高 還是徵召初選的可能性比較高 我覺得現在黨內的共識 就是不管這些天王 太陽 或者是政治人物 我們的共識絕對是 國民黨要推出的候選人 一定要推出一組最強的候選人 我覺得這一點 吳敦義主席講的話 大家都認同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推出一組 最強的候選人 要怎麼推 現在有各種不同的討論了 其實講白了只有兩條路 沒有那麼複雜 就兩條 一條就是徵召 直接就徵召了 也不要再囉嗦了 也不用辦初選了 就直接徵召就好了 第二個就是初選 但是不管你要徵召或初選 如果你要加入韓國瑜 他本人一定要同意 所以我覺得最妙的是 放話放到現在為止 到底有沒有一個黨中央的人 去跟他講一下 其實我們本來就應該 推個最強的人 黨中央這樣的想法也沒錯 可是你們好歹 是不是先跟他溝通一下 他有沒有這個意願 否則就要農介講的 你要徵召他 你就叫他講要還是不要 他如果講不要 這多丟臉 國民黨通過一個徵召案 然後當事人說抱歉 誤會一場 我沒有要 這不是白搞嗎 所以這個程序 其實國民黨也沒有多複雜 就兩條路 一個就是初選 一個就是徵召 就這兩條 那麼當事人的意願 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吳主席 願意在韓市長回來之後 跟韓市長做一個當面的溝通 了解一下他的意願 我覺得這對於黨中央未來做判斷 說要採取哪一個方式 可能比較有幫助 最後我一定要講 國民黨真的不要再找這種 黨政人士了 指責對不對 我們被黨政人士害了幾十年了 我們這個黨是怎樣 是哪些人見不得人 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好不好 可是以前長久以來 我們這個黨 就最多什麼黨政人士 這個黨明明就這麼幾層了 到底還有哪一層是 我們沒有看到的 我就說搞不好是民進黨臥底 所以這種黨政人士 其實他放這個話 對 很傷 他對韓國瑜市長很傷 尤其是 今天我們高雄不是沒有人 當然佳芬姐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但是我們還有李四川 我們還有很多人 這高雄的國民黨 不是沒有候選人 你今天把李佳芬這個夫人丟出來 把佳芬姐丟出來 你不是害憲韓國瑜不義 換李佳芬洗衣服 然後第二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今天你丟這個 傷到第二個人是誰 當然就是吳敦義主席 這個人你們就搬著石頭 自己K自己的黨主席 這種放話對吳主席 絕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吳敦義主席 我不囉嗦 我已經找出來這個人是誰 叫這個人以後閉嘴 不要再亂放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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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